每年寒冬季节的到来 国内各地严重闹雪荒 因此新北市议员蔡淑军服务处 结合了领口等师之会 共同举办的爱心军雪活动 希望能够号召更多的民众 玩起衣袖军雪助人 而且还能够有益身体健康 每年冬令期间 总是有不少的意外发生 为了让国内血库不予匮乏 一辈不时之需 由市议员蔡淑军服务处 与领口竹林安贵诗子会 在社区运动公园旁 联合举办一场捐血活动 呼吁大家一同晚秀捐热血 你看我们的奖品有这么丰盛 还有我们的人有这么热烈 那是因为我们 我们男师有准备礼品 那我们安贵会也有准备礼品 还有最主要是我们的赎金预言 也都有准备一些礼品 来给这些热心的民众这样子 在领口呢 我们有领口诗子会 安贵诗子会 还有主林诗子会 那平均我们每三个月呢 都会共同来举办这样子 充满热血 充满感情 然后充满温暖的捐血活动 诗子会相当感谢蔡议员 对每次举办的捐血活动 都相当支持与热情赞助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投入捐血行列 蔡淑军议员还准备了 精美小礼品 要送给前来捐血的民众 尽量提倡说 如果你超过60公斤 你可以捐500cc 那这样就是对受血的人会很好 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办下来 其实就是你的血液常在代换代谢这样子 你要想想看 你不要的血 你可以帮助很多人 那在这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呢 你看有这么多这么多 充满爱心的人来到这个现场 那蜀军真的充满了感激 待会我也想卷起袖子来捐一袋血 但是希望体重是足够的 感谢这么多有爱心的人 医员也大声呼吁捐血 不仅有益身体健康 促进清晨代谢 还能够发挥爱心 这样一举数得的好事 欢迎大家共享顺举 永佳的记者领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